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中共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黑龍江省加牧斯市最近病例暴增 4月2號 當地向陽區物業指導中心 在微信向陽區物業企業工作群發出緊急通知 說 按照剛剛結束的防控會議要求 由於境外輸入和無症狀者呈幾何式增長 防控形勢回潮 各物業企業今晚連夜檢查小區封閉為檔 能硬封閉的 全部硬封閉 4月5號 有網友發帖揭露 武漢市肺炎死者家屬最近領取的骨灰疑似百家灰 女性死者的骨灰中出現男士皮帶金屬頭 生前未做過假牙的死者 骨灰中出現陶瓷假牙 還有一名女士同時領回母親和叔叔的骨灰 但生前體重只有叔叔一半的母親 骨灰卻比叔叔重兩斤 市民懷疑領回的不是親人的骨灰 遲遲不敢下葬 4月4號有網友上傳微信對話錄音透露 一名男子復工體檢被查出是無症狀感染者 他說 廠裡一百多人體檢 查出了六個像他一樣的無症狀感染者 4月4號武漢市民拍攝視頻披露說 當天在武漢的三環線上 有一輛客車上面可能有疫情 客警把路封了 然後救護車前來 把車上的人全部弄下來檢查 這位市民連聲說 外面蠻危險蠻危險 Katie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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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